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重磅消息 小劳伯道尼将在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电影中扮演反派酒色 毁灭博士 这一消息在圣地亚哥动漫展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Deadpool and Wolverine 在首个周末创下了R级电影的票房新高 全球票房达到4.38亿美元 这对于漫威影业来说无疑是个大胜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陈风报报道 2023年上映的巴比电影迅速成为现象级作品 全球票房达14亿美元 成为华纳兄弟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 超越了《黑暗骑士》《神奇女侠》和《哈利波特》系列 电影由女性编剧和导演聚焦女性主角 打破了好莱坞的传统思维 然而在电影上映后的12个月里 好莱坞的变化甚微 尽管巴比的成功显示出女性主导的影片 可以吸引大批观众 但行业仍然回归旧游模式 票房较去年下降17% 工作室对影院市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南加州大学的报告显示 2023年上映的电影中 女性主角的数量与2010年持平 巴比的成功被视为独特现象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主要归功于特定的才华 如编剧兼导演格雷塔·格伟格 和主演马格特·罗比 尽管巴比的制作过程非常不传统 华纳兄弟全力推广 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整个行业仍需时间来吸收和应用这些成功经验 雅虎美国报道 在Netflix喜剧Unstable中 约翰·欧文洛观看了关于他父亲 罗伯洛和布拉特邦的纪录片片段 他表示他喜欢父亲对布拉特邦 如何影响其职业生涯的看法 同时 新泽西真正的家庭主妇 明星梅丽莎·戈尔嘉表示 他可能曾短暂见过香奈尔·艾安 并回应了艾安指责他购买粉丝的言论 悉尼晨风暴报道 纪录片《天空行者》一段爱情故事 最初是关于屋顶冒险者的影片 导演杰夫·辛巴里斯特 对这些在世界最高建筑物上冒险的风险者充满兴趣 影片主要关注安吉拉·尼克劳和伊万·贝尔·库斯 这对冒险情侣的爱情故事成为影片的核心 制作团队花了六年时间前往六个国家 记录他们在天津的5896.6米高 金融117大厦和吉隆坡的6779米高 莫迪卡1188大厦的冒险 影片不仅展示了他们的冒险 还探讨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关系 辛巴里斯特表示 拍摄过程充满挑战 尤其是在疫情和俄乌战争期间 尼克劳和贝尔·库斯通过自拍杆 无人机和夜视设备 自行拍摄了许多镜头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关于面对高空的恐惧 更是关于面对爱情的恐惧 影片现已在Netflix上播出 BBC在Love is Blind这个热门节目中 英国版终于要在下个月登录Netflix 这个版本并没有引入太多新元素 但观众会听到来自贝尔·法斯特到博尔顿的 各种英国地方口音 节目形式依旧是男女嘉宾分别居住 然后在舱中进行约会 无法看到对方的样子 如果他们在这种节目 在这种情况下找到真爱 就会订婚 并在同意结婚后第一次见面 主持人是夫妻档Emma和Matt Willis Emma表示 很多人申请参加节目 是因为对约会应用感到厌倦 她说 人们只是对约会应用感到厌倦 你只是看一个人的外表 而我喜欢这种方式 你必须在见到对方之前 就建立联系 整个系列会跟随这些情侣度蜜月 共同生活 见家人和朋友 最终走向婚礼 Matt和Emma表示 能够一起工作非常棒 因为他们的工作 通常让他们分开 Emma还提到 这个节目很符合英国人的幽默和自嘲风格 US在《The Rookie》第七季即将到来之际 剧中的几位明星透露了即将发生的崎岖爱情道路 Alyssa Diaz在圣地亚哥的ComicCon队上表示 他对Lucy和Tim的关系发展 他对Lucy和Tim的关系发展感到好奇 尤其在Lucy在卡车追逐中救了Tim的命之后 Diaz和其他共同主演 Mekia Cox和Melissa O'Neill透露 第七季将更多的探讨和测之间的关系 包括一些崎岖的道路 他们还提到第七季会更多的展示角色的家庭生活 制作人Alexi Hawley表示 第七季将回归独立剧集与连续剧情相结合的模式 因为这一季会较长 上季结尾带回了几位衍生剧《The Rookie Feds》的角色 而粉丝们在ComicCon上呼吁制作一部 不关于Nila和Angela的警察妈妈衍生剧《The Guardian》 澳大利亚娱乐界正在悼念Neighbors和Prisoner演员Janet Andortha 她在72岁时去世 她最著名的角色是Neighbors中的Lynn Scully 和Prisoner Cell Block H中的Reb Keen 最近还出演了电视惊悚片Fake 社交媒体上Neighbors确认了她的去世 并表示Janet会因她广泛的作品而被铭记 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 一直活跃在澳大利亚电视和戏剧舞台上 并多次回归Neighbors 她的好友兼同事Jackie Woodburn 称她为 这一代最优秀的演员之一 并表示会非常想念她 Janet在墨尔本的家中安详离世 享年72岁 她的另一个前同事Stefan Dennis 也在Instagram上表达了对她的怀念之情 Comedy是一部关于1970年代英国性喜剧电影的有趣系列节目 回顾了那个特殊的时代 节目中提到的酒色包括淘气的护士 欲望满满的女童性恋者 疯狂的脱衣舞女 青少年 诱惑者 沮丧的家庭主妇 头晕的金发女郎 好色的保姆 丰满的酒吧女招待和俏皮的秘书等 这些酒色由当时的女演员们出演 其中 普·鲁登斯·德拉奇回忆起在试镜时突然意识到 天啊 他们只对我脖子以下感兴趣 导演彼得沃克在1969年的电影 School for Sex中奠定了基础 尽管这些电影的情色程度比想象中更高 但它们显得滑稽而非猥亵 女演员们在回忆这些经历时 大多笑忠带泪 表现出对那段时光的怀念与喜爱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绝地归来》中 由凯莉废雪饰演的莱雅公主 穿着的金色比基尼时事服装 在拍卖会上以17.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该服装在1983年电影开头 莱雅被贾巴赫特俘虏 并被迫成为奴隶时穿着 达拉斯的Heritage Auctions拍卖行表示 这套服装曾在电影拍摄现场进行过试穿 但最终被换成了一套更舒适的服装 拍卖行副总裁乔·马达莱娜称 这套服装引发了收藏家的激烈竞价 并且《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系列 都有非常狂热的粉丝群体 凯莱·费雪曾在2016年接受NPR采访时表示 穿这套服装并非她的选择 她必须做得非常直 因为不能有任何皱纹 服装设计师理查德米勒表示 她使用了柔软的材料制作这套服装 但费雪仍然不喜欢她 穆尼黑消息 穆尼黑消息 成千上万的泰勒·斯维夫特粉丝 在穆尼黑的奥林匹克山上 免费观看了她的演唱会 这些粉丝在周六和周日 连续两天聚集在这座城市南部的最高点之一 观看斯维夫特在附近奥林匹克体育场的 授庆演唱会 周六他们在高温下坚守位置 警察估计大约有25000人聚集在山上 周日粉丝们在刺返回 山坡上挤满了人 远远看去就像蚂蚁窝 演唱会组织者不仅没有阻止这些免费观众 还向他们分发了水和紧急毯子 以帮助他们防晒 周日的演唱会是斯维夫特在德国的最后一场演出 他接下来将前往波兰首都华沙 进行三场演唱会 Telegraph 报道 海鸥入侵了距离海岸30英里的 蓝开夏郡海德本镇 场景被比作阿尔弗雷德西区科科的电影群鸟 这些海鸥聚集在一个废弃采食厂改建的 垃圾填埋场附近 居民们称鸟类的存在导致房价贬值 并且害怕让孩子们外出 62岁的加里霍夫形容说 本周三我家上空有大约3000只海鸥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他和他的伴侣谢利尔·古尔德斯通 住在一栋价值20万英宝的半独立式房屋中 但他们担心这些鸟类可能会贬值当地的房产 居民们还抱怨房屋 汽车和花园上到处都是鸟粪 霍夫设立了一个Facebook页面 让居民们讨论他们的担忧 并组织了一次与垃圾填埋场运营商 Suez及议员的公开会议 Suez已采取了减轻鸟窝类影响的措施 例如发出大声响来吓跑鸟类 Yahoo!US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迈克·麦考尔表示 企图暗杀特朗普的枪手计划 用炸药制造分散注意力以便逃脱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透露 执法部门在托马斯·克鲁克斯的车辆中 发现了可以远程引爆的无人机和爆炸装置 尽管联邦调查局仍不清楚克鲁克斯的动机 麦考尔提供了更多关于克鲁克斯暗杀计划的细节 特勤局聚集手在克鲁克斯从距离特朗普仅400英尺的建筑顶部开火后将其击毙 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因未能阻止暗杀企图而面临巨大压力 并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听证会后辞职 麦考尔访问了克鲁克斯的位置 并认为枪手不应该离特朗普如此之近 多个国会委员会正在调查暗杀企图 众议院一致投票成立一个两党特别小组来调查此次枪击事件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漫威影业重返圣地亚哥动漫展 带来了舞动的死事变种和合唱团的表演 宣布了下一部复仇者联盟电影的消息 以及惊喜嘉宾 包括哈里森福特和小罗伯特唐尼 唐尼将回归漫威电影 但不是饰演钢铁侠 而是饰演反派维克多·冯杜姆 即毁灭博士 漫威影业总裁凯文·费奇在面板上宣布 由于死事与金刚狼周末的成功 漫威电影宇宙的票房收入已经超过300亿美元 费奇还揭示了复仇者联盟 联盟秘密战争和复仇者联盟末日的标题 漫威跳过了去年的动漫展 今年的回归让粉丝们异常兴奋 漫威还展示了美国队长勇敢的新世界的片段 哈里森·福伊特饰演的总统罗斯 将重建复仇者联盟 并在片中变身为红巨人 影片《雷霆特工队》也在动漫展上展示了短片 预计将于2025年5月上映 最后 漫威宣布《神奇四霞》将于2025年7月上映 美联社 巴黎 在这个被广泛认为是时尚之都的城市 时尚与奥运会的结合显得尤为合适 四次获得美国冰球奥运奖牌的安吉拉·鲁吉罗认为 既然要庆祝奥运会的性别平等成就 那就应该通过一场时装秀来实现 于是 约20名现役或前奥运选手 在巴黎一家餐厅的临时梯台上走秀 赢得了观众的欢呼和击掌 国际奥委会今年设定了男女运动员各占一半的目标 这是首次在329个项目中达到1.0500名运动员的性别平等配额 尽管具体的性别比例要到比赛结束后才能确定 但参与走秀的女运动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庆祝这一时刻 并推动在体育决策等其他领域的进一步进步 《死士与金刚狼》在首映周末突破2亿美元 成为R级电影的最高开化票房记录 据工作室估计 这部电影在北美的票房收入达到2.05亿美元 全球票房则达到4.383亿美元 与前两部《死士》电影相比 即使调整通货膨胀后 第三部的首映票房也远超前两部 随着《死士与金刚狼》的加入 漫威电影的总票房已已经超过300亿美元 成为史上最高票房的电影系列 尽管漫威在《复仇者联盟》中局之战后 一直在寻找新的方向 但《死士与金刚狼》的成功 为漫威注入了新的活力 吸引了死中粉丝和普通观众 影员放映需求的增加 也显示了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热情 《卫报》漫威凭借《死士与金刚狼》冲回巅峰 这部漫画改编电影在北美首映 周末票房达到2.05亿美元 打破了R级电影的开化记录 并跻身史上十大开化票房之一 包括国际市场在内 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超过4.383亿美元 作为漫威电影宇宙的新成员 《死士与金刚狼》更像是《复仇者联盟》电影 漫威电影工作室总裁凯文费奇 在《圣地亚哥动漫展》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并透露漫威电影宇宙的总票房 已超过300亿美元 在这个关键时刻 《死士与金刚狼》的成功 对漫威来说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最近几部电影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罗伯特唐尼小 罗伯特唐尼也将在未来的《复仇者联盟》电影中 出演反派角色维克多冯杜姆 为漫威电影带来新的期待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